然後下面不吃 趕快吃 這是90公斤的 速度保持的 不要往後打 我們上一次拍了一集 就是關於肥胖跑者該如何開始訓練 那其實下面的回想都還蠻好的 所以今天我打算來實測一下 那來實測我們上次講的這些內容 在實際真的 稍微有點肥胖跑者的代表身上 實際評測起來的感覺如何 所以我們今天打算找一位肥胖代表 那來幫我們做一個實際的測驗 測驗的方式呢 我們會準備兩套裝備 一套是專業一套是不專業 那我們也會準備一個是 你怎麼知道你自己是肥胖代表 我是肥胖的代名詞 好吧我們等一下就會幫你準備兩套裝備 一套是專業版一套是休閒版 再用兩套裝備來實測 在跑步當中跟快走當中 你的心率差異會如何 那你剛早上吃了些什麼 我剛吃雞油乾拌麵 然後 吃燙魷魚 然後還有吃一顆蛋 還有吃蘿蔔絲餅 跟兩杯冰咖啡 這是早餐 我昨晚很餓啊 晚上沒有吃 然後下午不吃 早餐吃多一點 看我們今天在找對人了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等一下第一個實測 會先請你穿這樣休閒的服裝 那休閒的服裝呢我們會測試一下 他在快走一圈田徑場的成績 還有心率表現 接下來呢會請他用慢跑的方式跑一圈 那實測一下他在穿著這樣比較休閒的狀態下 實際跑起來的感覺如何 你準備好了嗎 我隨時都準備好了 你確定 確定 OK那就開始吧 好我們現在準備了第一趟測試 我們現在先從休閒裝備快走 3 2 1 GO 好喘喔 踩走100公尺 你那個好喘 好喘 我平常在家都是躺著的欸 走快點走快點 很快啊 好累喔 快到了 YA 停表 右上角停表 快走魚跑步還累 現在第二趟 我們準備 一樣是用休閒版的鞋子 來完成 跑走 你準備好了嗎 隨時都準備好了 3 2 1 GO GO 這趟感覺 看起來好像動作OK喔 創下 90公斤 跑最快的男人 世界紀錄 這是90公斤的 速度寶石 提到終點 停表 OK我們已經完成了第一趟休閒裝備的實測 剛剛的快走 你的成績大概是83分鐘 不是不是 好久喔 83秒 83秒 然後心率來講 我剛看了好像平均心率是143 最大到157 然後你的跑步啊 速度比較快 是只跑了1分01秒 就是61秒 所以速度來講快了大約20秒 但你的心跳 你的跑步心跳 既然比快走的心跳還低耶 你有感覺嗎 因為你剛在跑的時候其實 你跑起來感覺是有一點點喘 但是你回來的時候 平均心跳才141 最大的才151 就是少了6下 那如果是以速度來講 變快但心率又比較低 所以其實快走有沒有 感覺它的消耗能量是蠻大的 我覺得快走 我反而覺得不要疲勞 然後跑步感覺比較輕鬆 有這種感覺 當然它嘴唇又白 它嘴唇又白 要掛了 完蛋完蛋 第二趟的實測讓你換上 專業的跑鞋跟衣服 那我們一樣做兩趟 快走加跑步的實測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 在四趟當中 你的跑姿有沒有不太一樣 然後最後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心率還有你的配數 有沒有不同 好啊 OK 你還可以嗎 你會不會投暈 我可以啊 欸不要往後打 不要一直 換上專業跑鞋 專業服裝 Are you ready? Let's go 3 2 1 GO 靠頂島在那邊走 好像有比較厲害一點喔 腳比較 覺得好像普打沒有那麼大 你不要在那邊誇張了啦 又不是鞋子的業配 不要在那邊演戲 我們平常沒有在那邊唬爛的好不好 我們不要唬爛啦 阿我像我體重那麼重 我就會覺得差別有一點 快點快點快到了 不要在那邊偷懶 衝刺一下 抵達終點 停錶 Yes 忘記按 別在演了 沒有人就能坐下來 快走好累喔 Round 4 專業跑步裝備 最後一趟跑步實測 Ready 3 2 1 GO GO 看起來 非常輕鬆 進入最後一百公尺 抵達重點 體達重點 完成測驗 剛剛的四趟終於辛苦你把它跑完了 那我覺得整體的數據啊 算是還蠻跟我自己的設定上差不多啦 我覺得算是還不錯 你剛剛覺得最後兩趟 穿布鞋跟前面兩趟穿拖鞋 有沒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 穿布鞋就是 好像一直腳要去撐那個拖鞋 不要掉下來 可是我覺得穿布鞋還是 有它的用意在 就是 它整個很包覆 偶爾就跑起來 很有安全感 這樣跑起來 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沒錯 其實我們在推薦 就是不只是 體重比較過重的跑者 其實大家都一樣 就是你在做什麼運動 就要穿著什麼樣的裝備 對於你在訓練當中 是比較有幫助的 因為如果你穿著拖鞋 就像剛剛 就是風利說講到 如果你的腳 是穿著拖鞋裡面 容易滑動的話 其實你的腳會需要 有一個勾起來的動作 這個時候長時間下來 你的進前肌會很痠之外 其實也對於你的跑之上 是比較不建議的 因為你會一直是 腳跟著地 就比較像煞車的動作 所以其實這樣跑到後面 你會有那種 就是跑不快 然後又很累的狀態 那你在第二趟的進走啊 秒數也相對上一趟 進步了大概3到4秒 甚至跑步進步到10秒 你覺得在後面兩趟 你的心率上 你有覺得比較喘 或是其他感受嗎 我覺得在快走的時候 好像心跳比較快 好像又是喘不過氣 然後腳有點 很脹很脹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 跑步的時候 反而有點釋放開來 然後跑起來比較輕鬆 然後呼吸也比較和緩 對所以其實我會建議 如果你是比較少運動 甚至想要剛開始的話 其實你從快走 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訓練效果 因為你在跑步的衝擊性 比較大的情況下 快走其實也一樣 可以達到一樣的訓練效果 像我們剛剛最後一趟 他在最後一趟 穿跑鞋跑200公尺 只花50秒 但他穿跑鞋 快走竟然要花了83秒 那秒數看起來 是不是跑步比較快 但心率來講 竟然快走 比跑步多了20下 所以其實在這樣的訓練成效上 快走是一個 對於剛開始接觸運動來講 算是一個還蠻好入門 也比較不容易受傷 重點是還可以 維持運動效果的一個推薦項目 所以你接下來 多多快走吧 所以你只要用對方法 大家都可以循序漸進的 從無傷開始進行運動 那這樣持之隱恆 才會對你的身體的 不管是減肥 或者是運動成績進步 才會各有幫助喔 就像是Amino Vital和Garmin合伴的Garmin Asher Run 那這個21K的線上挑戰賽 即將在11月3號到12月5號舉行 只要你在任何地方完成一場半馬的挑戰 然後上傳數據 你就有機會可以角逐台灣的前三名 或是世界的前三名喔 那如果你是台灣的分區前三名 你可以獲得Amino Vital提供的補給品還有配件 如果你是世界的前三名 除了剛剛的配件之外 你還可以獲得Garmin跑表還有獎金3萬元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Amino Vital非常貼心的幫大家提供了 馬拉松專業的營養相關講座 那這個線上講座的資訊 會從11月5號開始 連續了兩週 那每週會有兩天 為大家準時舉辦這個線上講座的資訊 那當中會講到 除了馬拉松的補給調整之外 也會跟大家分享到 你在賽前可以在營養上做些什麼樣的調整 這對你的運動表現 可以更加的提升 為你的賽事帶來更好的成績喔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樣的講座非常有興趣 趕緊點選下方的資訊欄 名有有限 那如果你對於Amino Vital的補給品 非常有興趣 也趕緊點選下方資訊欄的連結 他為我們的粉絲提供了非常優惠的價格 讓大家可以便宜購入 為了年底的賽事做準備 我們今天影片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感謝今天的贊助商Amino Vital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給我們下 Duncan 我們下方的影片